天下有才人引起刻薄 但是最可怕的是 似乎有大量不读书又没有才华的人 也非常的尖酸刻薄 有才的刻薄跟无才刻薄完全是两回事 有才的刻薄我可以忍受 甚至可以欣赏 但是没有才华的刻薄实在是截之无味 我给大家讲个历史上自大而财书的人物 明朝末年有一个秀才 后来他还当了一点小官 当时的明朝已经困于辽东之患 就是满清节起了 然后满清经常就派小谷部队 然后入关骚扰一下 他就给皇帝写了安边九册 九个策略 其他的八个策略我就不讲了 其中有个策略挺好玩的 他就觉得之所以后金 之所以这么野蛮凶残 而且能不能打仗 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我们上国的教化 不像咱们中年所有的老百姓家家户户 女孩子都裹着小脚就养成了 我们这个汉人不大会打仗的这个习惯 所以呢他在安边九册里面是建议皇帝 去派一些使节 然后呢教会那些周边的辽东的人民 都去缠小脚 因为辽东人民很特殊 辽东人民就是为了打仗 然后呢多数的户女可能就是放大脚 他的建议呢就是希望能够风化所及 然后呢让所有的满清后金的这个女人呢 全部都缠起小脚 可惜他的这个建议就是 他的这个志向很宏伟 但是可惜不被皇帝采纳 然后呢他很郁闷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就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 让大家开心一下 也算是一个自大才疏的人物